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患者罹患有牙周病的时候 口腔内的细菌会进入到血液当中 引起一连串的免疫发炎反应 造成患者的血糖控制不佳 影响糖尿病的治疗效果 相对的 当不良的血糖控制的时候 也会影响牙周病的状况 造成牙周病的发炎急剧恶化 不过 若这个时候能及时对牙周病进行治疗 例如 加强患者的口腔自我照护 进行洗牙及牙根整瓶术等等 不仅能够有效控制牙周病的一个发炎症状 也能够帮助控制糖化血色素的素质 达到相辅相全的治疗效果 我本身是糖尿病患者 长久以来 在我身体上出现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我牙齿开始出现晃动 牙龈会肿胀出血化膿 而且会有口臭情况 当时我以为说只要勤刷牙 跟做好口腔清洁工作 就可以改善这些情况 结果 一段时间之后 发觉到效果微无其微 几乎没有改善到 所以我就到牙科检查 医师告诉我 我已经有严重的牙周病了 后来我就在加西牙科部定期接受牙周病的治疗 跟此瘾下结实的刮除素 也拔掉了无法再救世的牙齿 在医师跟助理的指导之下 加强了自己口腔清洁的技巧 和饮食调控 现在治疗之后 口腔已经不再化膿以及流血了 最主要是口气也变清新舒服了 更重要的是我的糖化血色素的素质 比之前控制的更平稳稳定 现在大部分都自己的吗 对 有包围起来 其实我们可以 差不多六半年可以去洗水泥一台 对 随时会减车 糖尿病患罹患亚洲病 是一般非糖尿病患的三倍之多 那它跟亚洲病 它们其实是互相影响的 但是一般病患并不了解这个关系 然后也常常都等到牙齿松动才做治疗 措施了这个早期治疗的这个机会 那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来宣导 让病患知道说 其实亚洲病是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合并症 那我们也透过跟牙科的合作 然后我们能够早期的来帮病人做这个口腔健康的评估 然后能够早期的来转介 让病人接受治疗 获得最大的这个健康 对哦 好啊 很久了 很久了啊 亚洲病与糖尿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已经被大量证实 倘若放任一边的疾病不管 那么这两者疾病就会进入到互相拉扯 或甚至恶性循环的关系 如果能够一起来共同照护 协同治疗的话相信对亚洲病以及糖尿病的病情控制 都能够进入相得益彰的好处 我们更会筛选相关风险的病人 一同进入到亚洲以及糖尿合作照顾的模式 加倍呵护大家一地区的民众共同提升治疗品质 加基亚洲与糖尿病共同照顾计划 由我 由我 您的健康 由我们来守护